The board won't hesitate to raise the cash rate further If there's a material upward revision to the outlook for inflation The world is inflicting price pressures on Australians And we are doing the best we can to ease them 欢迎来到澳房侧 我是Alex老师 下周就是墨尔本赛马节了 当天澳洲中央银行RBA就会决定是否再次加息 根据上周统计局发布的2023年第三季度通货膨胀数据显示 虽然季度同比通胀从第二季度6%下降到了第三季度的5.4% 呈现减速趋势 但是季度环比通胀从第二季度0.8%上升到了1.2% 加速上涨 时隔半年四大银行再次统一口径 预测11月份RBA将会加息0.25% 如果成真的话 紧接着澳洲可能就会进入经济停滞期 甚至进入技术型经济衰退 就在昨天有头有脸的澳洲经济学家们居然预测 2024年澳洲房价将会上涨7% 那是不是说明澳房测油管社区60%的人可能预测正确呢 到底央行会不会加息 如果加息的话会对澳洲房产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你到底应该现在买房还是在等等呢 澳房测频道每周分享澳洲房产投资之时 案例政策和市场动向 助您房产投资决胜澳洲 欢迎您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选择全部 这样就能接收到影片上新通知了 在上一期影片里面我曾经说 我对通胀松了一口气 因为通胀从第二季度的6% 下降到了第三季度的5.4% 那这个说法呢不正确也是不全面的 尤其是在我阅读了更多的澳洲统计局数据之后 负责起见呢我必须要做出一个更正 大家以本期影片的观点为准 那这次呢我们就从根本上来搞清楚澳洲通胀 到底是降低了还是升高了 为什么四大银行都预期要升息呢 澳洲统计局目前发布的通胀数据有两套 那一套呢是季度通胀数据 第三季度通胀同比5.4% 就是说2023年第三季度比2022年第三季度 物价上涨了5.4% 已经连续三个季度呈现下降的趋势了 同比呢就是跟去年的同期相比 剔除了季节性的变化的影响 反应的数字比较稳定 同时呢也有一些滞后效应 而第三季度通胀环比1.2% 那说明今年第三季度比第二季度的物价贵了1.2% 而第二季度的通胀环比是0.8% 所以在这个项目上面 通胀呈现的也是加速的趋势 环比啊更能反映出当下市场短时间的变化 那另一套数据呢是月通胀数据 9月份通胀同比上涨5.6% 就是说今年9月份的物价比去年9月份贵了5.6% 单独看呢还没什么啊 那这一项数据在过去三个月连续上涨 通胀明显有加速的趋势 月通胀环比数据 ABS目前不做统计 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出 在更稳定反应更慢的季节同比数据之上呢 澳洲的通胀大方向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但是衡量短期趋势的季度环比和月度同比两项数据上 都有明显的加速迹象 而这也就是澳洲四大银行很罕见的一致认为 澳洲央行RBA将会在11月7号周二 墨尔本赛马节这一天再次加息的原因之一 那另一个原因呢是隐藏在通胀数字之下的澳洲本土问题 就是说通胀的起因呢已经不是输入性通胀了 不光是由于国际的原因 而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的原因引起的 确实啊油价这段时间暴涨 在整个第三季度里面推高了总体通货膨胀 但是由于住房电力食品尤其是国内工资上涨 澳洲通胀问题呢已经由外转内 上周公布的通胀数据呢给了我们两个不安的信号 而这两个信号呢可能只有央行内部的人员才能看到 普通老百姓却看不懂 而这直接决定了是否在11月7号加息 国内严肃主导的非贸易商品和服务啊 Non-Tradable Goods and Services上涨相当明显 季度环比上涨1.3% 季度同比上涨6.2% 而这个非贸易商品和服务是个什么项目呢 就是在CPI衡量标准的项目里边 单独拿出来那些不受到国际因素影响 不会有国际竞争压力的那些商品和服务 比如说店价 房租 本地劳动力 饭店 理发店等等 放在一起呢做一个衡量 对经济学感兴趣的朋友呢 可以去RBA官网看一下这篇文章 而贸易商品和服务 Tradable Goods and Services 就是直接参与国际竞争 受到国际市场影响的商品和服务项目 第三季度通胀环比上涨0.7% 同比上涨3.7% 其中最大的推手就是汽油了 所以从数据层面呢 已经印证了我们的猜想了 全球供应链在疫情期间受到了影响 但是现在的市场逐渐恢复 国际商品和服务的价格 已经趋于稳定了 而对比下来呢 国内的因素是推动 目前通胀上涨的主要因素 国内一系列服务和价格急剧上升 比如说兽医和宠物服务上涨了7.5% 餐厅餐饮上涨6.1% 理发上涨6.7% 金融服务上涨6.9% 和保险上涨14.7% 从以往的通胀历史上看呢 服务性通胀的持续时间都比较长 主要因素就是随着通胀上升 工资一般会增加 那这就意味着人们的消费能力增加了 那这样商家就有继续涨价的理由和能力 当然通胀就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今年7月份 公平工作委员会 Fair Work Commission 决定向240万工人 提供5.75%的工资上涨 官方的说法呢 是即使工资上涨了 通胀上涨了 也没有进入工资通胀死亡螺旋 就是那种工资上涨 导致物价上涨 反过来再导致工资上涨的情况 那我的看法呢 完全相反啊 如果工资再次大规模上调的话 就可以肯定 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死循环 经济下行 其实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如果RBA在11月7号 选择加息0.25%的话 澳洲官方利率 就会从目前的4.1% 上升到4.35% 我非常肯定 四大银行会争先恐后 把增加的利率转嫁给贷款人 那么对于有50万贷款的人 每个月就要多还76澳币 利率从疫情期间的低点 0.1% 一路加到了4.35% 那么贷款人还款 每个月就要多还1292澳币 那你有多少个50万贷款呢 如果你有300万贷款的话 每个月就要多还7752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种压力就太大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在11月7号之前 给银行打电话 尝试降低自己目前的利率 等加息之后 对你的影响就会稍微少一点 澳房测专注一站式 澳洲房产投资托管服务 V申会员 当好你的军师和投资管家 请在官网下载服务手册 如果您需要澳洲房产投资 初步意见 请到官网使用基础咨询 同时欢迎加入澳房测基础会员 领取五大礼包和房产投资速通课 想深入了解澳洲房产投资 欢迎参加80分钟直播公开课 Master Class 学习最有效的澳洲房产投资理念 买到好房实现财富目标 所有报名链接都在影片描述栏 如果不是在油管看到影片 请您私信我们获得报名链接 你可能觉得 贷款还款上涨了这么多 房租上涨了这么多 人们是不是应该节一缩时 省钱攒钱过生活呢 道理是这样的 但是9月份的零售数据出炉 直接打了所有人的脸 澳大利亚9月份的零售销售增长 远超预期 春季购物季节开局强劲 加剧了市场对未来几个月通货膨胀 将会保持高位的预测 澳大利亚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据显示 9月份零售销售环比增长了0.9% 这个数字远高于预期的0.3% 而且加速超过了上个月的0.3% ABS表示 澳大利亚春季异常开局 推动了零售业销售增长 新款的苹果手机发布 也对总体的销售有所推动 那么用来消费的这些钱 都是哪来的呢 没错 就是存款了 第一 从疫情期间开始 政府发钱 但是人们没有地方消费 攒下了大笔存款 第二 过去几个月 有房的人转贷套出了不少现金 第三 人们工资上涨 增加了消费能力 那么这三点加在一起 持续支撑着人们消费的习惯 你想想哪有人在有钱花的时候 愿意降低生活水平 勒紧腰带 节衣缩食呢 不过在大趋势上面看啊 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意愿 还是在逐渐降低的 那这一点呢 从澳洲股市上就能看出一些端倪 澳洲ASX200指数 已经跌回了2007年的水平 说明过去16年白玩了 聪明的钱呢 都在股市里边 一个国家的股市 比什么GDP啊 CPI啊 更能反映出真实的财富水平 这说明公司目前运营 和未来的预期都不好 人们既然还有钱支持消费 提高澳洲国内通胀的压力 那什么时候人们的钱会花完呢 有人专门做了统计和预测 那这个关键的时间点 就是2024年的3月份 如果把人按照收入来划分的话 其实收入最少的60%的人 几乎已经耗尽了存款 那如果拓展到80%人群的话呢 收入将会在2024年的3月份 逐渐耗尽 而收入最上层的20%的人 根本没有遇到存款不够的情况 那如果2024年3月份 人们存款减少到临界值 消费严重下滑 拉低通胀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效应 可能会拖到24年9月份 效果才会完全显现出来 同时企业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财源增加了 那失业率就会上升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 央行才会考虑提振经济 那么我们频道粉丝最关心的问题 2024年澳洲房价走势到底如何呢 我非常好奇啊 我们频道粉丝对于2024年澳洲房价走势的看法 所以专门在油管社区做了问卷调查 您认为2024年澳洲房价大盘走势是上涨还是下跌 到本期截稿为止呢 已经有800人参与投票 有60%的粉丝认为澳洲房价在2024年将会上涨 有一位粉丝留言啊 说难道澳洲房价涨跌是靠民主投票决定的吗 问的很有针对性又带点讽刺 澳洲房价跟民不民主投不投票没有关系 关键是人们的信心 房价涨不涨 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买房人的信心了 如果更多的人认为房价会上升 就会反映在买房的行为上 那么自然房价就会上涨 所以说我们有信心房价就会涨 有趣的是呢 在看到了通胀数据和零售销售数据之后啊 各位有头有脸的经济学家呢 也都更新了自己对于澳洲房市2024年的预期了 大平均预计上涨7% 也不知道这些经济学家像我一样做了问卷调查 还是他们自己有什么很牛的数学模型做预测啊 虽然说经济学家的预测向来都不准 但是这种所有经济学家预测一致的情况 真是太少见了 到本期影片结稿为止啊 10月份澳洲房产市场走势的数据还没有统计出来 不过等你看到了这期节目 我就已经拿到了最新数据了 我猜还是大盘继续上涨 具体的澳洲房产走势报告分析 以及未来几个月的房市走势情况预测 我都会放在本周六的澳房测月度直播里面 跟大家分享 请您在澳房测官网报名参加 或者私信我们获得报名链接 如果您看到这里了 请您帮我点赞订阅 转发给您的好朋友澳房测祝您房产投资 决胜澳洲 我是Alex老师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